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西班农甲刚开始学习的时候 可能各位朋友都发现到 他真的非常的无味 但是有的人会觉得兴趣高昂 所以很多学习武术的所有科目 跟自己本来的兴趣 有很大的关系 如果套一句佛学的讲法 佛家的讲法 就是跟人的前世的一个业力 跟一个习性有很大的关联 所以说很多人我们曾经认识 他们在学宪法的朋友 他们认为说 他们努力在学这个宪法 这一世就算没有成就 他们认为 以他这一世所做的这个因缘 跟他这一世所接触到的这个情况 他来世应该会再继续前修 所以今天你学哪个科目 觉得兴趣特别高 学哪个科目觉得枯燥无味 实在是看不下去 而且学也学不到 这个当然跟这个都有很多的关系 但是依照我们个人的学习经验 很多东西你刚开始可能觉得 学不来 或是看不懂 其实只要你过一段时间 再回过头来 我们比例讲说 好 其名顿甲 你可能学不太来 可是你今天对养宅有兴趣 养宅先学 学了之后 等养宅的部分 觉得说 好像能够有一个 很明确的一个系统跟了解 你再回过头来 再看其名顿甲 你会有部分 因在养宅上相同的东西 你就有概念 你就慢慢的 观念会越来越拟清 所以学习一个科目 尤其是像勤宁顿甲 这个变化这么大的科目 一定要在心思最勤宁的时候 也可以讲说 绝对不能贪疾 要很有耐心的 很有耐心的 我们上节课在阴阳 皇帝阴阳 阴辅经里面 有提到说 每一个东西要把它专一 你专一下去 它能够得到你预想不到的东西 你的灵事会出现 你以前从来没有思考过 没有出现过的问题 这个是我们的经验 不要说 看了 听了几句 觉得实在是没办法 以后都不去碰它 那你以后都不可能了解 当然以现今的社会 你说以其名顿甲 要来当职业 要来做什么事情 事实上 有很多不可拿捏的地方 比如说 你今天涉入政治 帮政治家 以其名顿甲 来规划一切 那事实上 你在帮这个人的同时 你一定会伤到对手 尤其其名顿甲 他重视的是主客关系 你帮了主 一定会伤到客 伤到客 怨戏会不会在 当然会在 所以它不是一个很圆满 很圆融的一个东西 就是说你今天 除非说你利用它 所达到的目的是能够说 人我两立 就是立即又立人 那当然要看你事情的拿捏的准则 还是说你今天帮这个人 但是不会伤到别的人 以大地的一个公平性来讲 我们上节课有一个 有一节讲到 天自尽则连 当他自为安静的时候 他是非常的连平的 非常的连正的 就是非常的公平 对待万物都是一样的 那我们人 何以要自私 当今天我们人 为一己之私 你今天为什么帮他 因为他有给你好处 你为了他的好处 而帮他 伤害某个人 这个东西 当然就违背天理 很简单 因为天是无私的 天让天天下万物 除非你自己自取灭亡 比如说今天你走到屋外 阳光出现 别人照得到 你也照得到 除非你自己要躲在屋内 除非你自己要躲在树下 那躲在那边是谁的 是你自己决定的 所以说 后夫及兄 其实都在自己的身上 那我们研究 所有的武术东西 我们又效法 我们了解 天道的运转 天地的一个变化 我们是要 我们讲一个话 叫做见弦时期 教授我们今天 我们去拜神拜佛 我们拜佛 其实除了是精神寄托之外 最主要是 我们要学习他的精神 我们成为学佛 就是说 今天这件事情 我们的看法是这样子 如果在圣贤的看法 如果在佛 菩萨的看法 他们又会如何 有时候 你这样退后一步想 有时候 你自己会哑然一笑 说起来 还是小事一撞 可是我们常常 为了这种小事 弄得心烦意乱 常常为了所谓的小事 而弄得 很多的一个 不凉的一个后果 有时候我们也想想 十年之后 来看今天 今天来看十年之前 我们会想说 我们十年以前 其实很多东西 可以不用从中处理的 事情一定会过的 事情一定会获得解决的 那我们何苦 要找一个 最笨的方法来处理 为什么会用最笨的方法呢 当然是因为 我们的心 已经受到干扰 已经不再是 公平廉政的 当然 就会依照这个 受干扰的现象 来产生 错误的判断 所以说 我们最后一堂课 要讲这些东西 是来跟各位分享说 我们学武术 任何东西 其实以心为本 你心利益 只要良善 你学任何东西 基本上 对你帮助都会很大 在你人的一生当中 我们讲 人生长也不长 短也不短 在这人生端中 我们到底走这一招 目的是什么 能做到什么 如果说只是单纯 每天吃饭睡觉 工作赚钱 这样享乐 那事实上 等我们命中的时候 什么又都没有 那这意义又代表什么 研究武术 方向 事实上 往这个方向 可以让你在 这个生活当中 得到更多的一个 不可思议的地方 不可思议的 这个满足 跟喜悦 跟各位 来做分享 跟参考 那我们这个 皇帝阴阳经的部分 还有后面的部分 还没有解完 我们继续 来把它解完 现在我们看下一句 天之自私 用之自公 勤之自在气 生之死之根 死者生之根 恩生于害 恩生于害 愚人以天地 闻理胜 我以食物 闻理则 这句 这几句话 最重要目的是在 讨论 那个天盘九星 我们讲前面讲到的 天盘九星 执食 我们知道 执食 天盘九星的执服 跟人盘的执食 它是代表的意义 当然这里面 有涉及到一个 就是我们九星 里面的执服 有一个天秦心 所以这句话 是讲天秦心的意思 我们讲 天之自私 当然跟这个有关系 天之无恩 用之自公 那事实上 它在使用的时候 是非常公正严凭的 所以它这个 最主要是讲天秦 天秦之自在弃 我们知道天秦 九星有九个 有九个 中宫 我们讲中宫是天秦心 它在中宫 我们称它为是轴心 轴心 是有门不动的 是不能见变化的 可是中宫这个地方 有一个问题 它没有八门 没有八门 而且也没有八神 也没有八神 等于讲说 我们讲 知福如果到了中宫 怎么办呢 知福到了中宫 中宫没有八门 也没有八神 怎么办呢 这个是我们讲 在七面顿讲里面 我们这个叫 我们在教的这个叫活盘 这个活盘法里面 是很值得探讨的 当然有一些人认为 像这本那个印象经里面谈到 其印之自在弃 这是他们的论法 他们认为说 认为说天秦心的应用 在弃 就是说他要根据 节气来做转移 根据节气来做转移 怎么转移呢 他后面就有解释了 生之生者死之根 死者生之根 意思是根据 意思是说 东至后 我们讲 东至后 是阳顿 然后夏至后 我们讲夏至后 是阴顿 然后 接东至后的阳顿 我们讲天秦心 他不是记在二宫吗 对不对 那也有 这个来讲 他的意思说 生者死之根 死者生之根 就是说 东至后 记在二宫 可是夏至后 是阴顿 我们讲 夏至后阴顿 夏至阴顿 他应该记在八耿宫 可是事实上 事实上 我们现在目前的做法 是全部 只有记在 坤二宫而已 坤二宫而已 所以说 这个 皇帝云辅经 可能 是在告诉我们说 我们的做法 可能都错了 都错了 就是说 最好 也是东至后 一样记在二宫 可是夏至后 应该改记八耿 然后 以生门 当指使 就是说 当他记八耿的时候 是以生门为指使 当他记二宫的时候 以死门为指使 循环运用 循环运用 所以才说 生者死之根 死者生之根 生门的时候 生门就是 更挂 死门 就是 坤挂 所以讲说 住在 所以可以讲说 他 生门当指使 死门 可以当生门 死门 循环来使用 这个部分 也可以衍生到 这个叫做 恩生于害 害生于恩 这句话 就是 接着 说明前面 这句话的 那 等于讲说 对我们 以往 多用 天秦 祭二宫的方法 被否定掉了 这个愚人 以天地 闻以圣 的意思是说 我跟 意思是说 比较笨的方法的人 意思是说 愚人 比较笨的人 他只知道用 他只知道用 空间 我们讲 他只知道用空间 空间 就是天 我们讲 空间 就是 天地文理 天地文理 就是空间 只知道用空间 是笨的方法 我以 食物文理 我以食文理 食物文理 食物文理 意思说 我根据 时间 物件 时间 事物 来循环 使用 才是文理 责 责 是聪明的做法 才是聪明的做法 愚人 这个是 只用空间 是 错误的方法 只有我用时间 跟所谓的事物 来交替应用 采用聪明的方法 所以这一句 是在告诉我们说 当天情心要寄功 基本上 他必须 东字后 寄在 昆功 下字后 寄在 耿功 耿功 我们这个文 这个 这一节的文字 如果说 各位朋友 再回去 欢迎我们 讲义 我们在 奇门 顿甲 统中 统中的 宗选里面 有一句话 叫做 阴阳顿 俱统二宫 阴阳顿 君统二宫 君统坤宫 如果 以这句话 来讲 以这句话 来讲 那 还有一 均 阴阳顿 君统二宫 然后 一本 阳顿 统坤宫 阴顿 统坤宫 所以可见说 这里面的 电解 跟我们 这个什么样 跟 皇帝 阴福晴 这个电解 是一样的 是相同的 所以各位同学 可以去参考 那个句子 来做了解 我们在 这个非公法 里面 我们讲 这个是活盘法 有一种盘面 我们称它为 非公法 在非公法里面 他们怎么处理 这个天秦心 他们对于天秦心 他们不计功 我们他也不计二宫 也不计梗 他是怎么样 八门里面 另外设一个中门 就九个门 然后八门 他增加一个太长 太长神 那一样 到九宫这样飞 这样就没有说 那个中宫的指腹 碰不到门的情形 所以 这边也是有方法 所以说 所以说像这个来讲 我们也不能讲说 它不合理 所以在七门顿甲 这个部分 也值得 大家来研究商榷 因为前面提到了 实际战的经验的人不多 所以这方面的文战 文宣并不多 外面人看得到书籍 很多也都是一种 类似这种 纸上模拟 不见得是有实战经验的 所以这种实战经验的记载 是好 我们就很难去依规 到底可能哪一个 会比较正确 虽然对于天秦心的技工 我们刚刚引力了一些 不同的学术的一个说法 但事实上 在我们早期 就是在流传 我们有在流传的 这个古籍的一个 顿甲的一个古本里面 几乎都还是天秦 不分季节 还是共同季节 二昆的这种做法 几乎也是目前 大家都一样 在做的一个方法 那我们直接看 自然之道静 故天地万物生 天地之道静 故阴阳圣阴阳 相推而变化顺移 我们讲这个静 这个静其实是天地之道 我们讲静就好像水 浸泡东西一样 其实静 我们讲一个对照法就是动跟静 一个是静 静着不动的 一个就是流 一个静一个流 事实上它是一种 讲说 这个应该是静 我们从写这样子比较容易理解 静其实是动 准备要动了 这个静其实是准备要流了 所以说这个意思来讲 这句话是说 我们这个天地的运动 虽然很快速 但事实上它是还是有机可循的 就好像说 虽然我们不能感觉它在动 事实上我们讲说 天地在变化 平常我们没有感觉 我们没感觉 但是事实上日月 一往一来 阴阳变化 阴阳的推移 阳到了 到底了 阴把阳推 阴阳相推 事实上 事实上是存在的 是存在的 所以我们这个顿甲 欺骗顿甲 它是以天地盘 我们讲以天盘跟地盘的模拟 来表现怎么样 表现天地的一个运动 我们知道天地以静 天地以静 而生万物 其实万物之道 它是静 就是说我们 虽然看不到的 看不到它在改变的 那事实上 阴阳圣阴阳 阴阳之间的 云转变化 互相的推延 互相的推辨 而变化 这个是大地的一个 顺的一个原因 大地之所顺眼 之所顺眼 接着我们看 自尽之道 律力所不能弃 圆有齐气 四生万象 八卦夹子 神机鬼藏 阴阳相胜之树 朝朝乎 进乎相也 这个自尽之道 讲的在前面这边 自然之道 尽 故天地万物生 这个地方 你可以讲说 天地 因万物所生 因自尽之道 就是天地尽 而生万物 就是万物由天地所生 如果说遇到律力 就是我们这个律法 所不能切合的时候 还好 还有什么样 急气 这个气是什么 气讲的就是 前面顿甲 顿甲我们讲 顿甲氏 顿甲氏就是 顿甲氏 这种方法 这个法气 还好有它 我们律力上 所不能契合 万物 这个天地之间的变化 我们有这个 可以做 所以它怎么样 可以 因这个气 而生出万象 万物的变化 利用八卦 甲子 天干地支 六十甲子 这种神机鬼藏 这么神妙的东西 还有阴阳之素 就可以怎么样 把它显现出来了 天地万物 万物由天地所生 之间的变化 如果说光律力上 所不能够契合 就是说 它有不谋合的地方 不了解的地方 事上是可以透过 这个气 我们讲 透过顿其门 顿甲氏 来让它变化出万种 不同的现象 借着八卦 六十甲子 神机鬼藏 这种神妙的一个做法 还有阴阳相胜的这种 这种素素 可以很糟就是明白 明白的让我们前进到 这个整个的万象里面 万象里面 意思说 如果说我们不能明白顿甲 就无法了解阴阳 了解阴阳 了解甲子 这个神机鬼藏 我们就可以进到 这个奇门顿甲 神妙的这个境界里面 这个是皇帝 殷福经的部分 在我们奇门顿甲 这个牌盘 这个盘面上 我们有提过 天盘 人盘 跟地盘的关系 人盘是属于八门 那人盘的一个强弱胜衰 跟一个 同样同属 同属人盘的八神 有很大的关联 那这个八神 逢到八门 他所产生的情形 在我们所附的讲义里面 就是奇门顿甲 统宗 玄机腹里面 都有这些记载 就是包括 比如说 执福遇到修门 执福会到修门 执福会到修门 执福会到僧门 他所产生的一个现象 那当然在这种古书上 他们以前的奇门顿甲 是完全用在于行军打仗 那在行军打仗的时候 当然他很多持续 跟打仗会有关系 尤其是谈到气候天气的问题 那这个天气 如果说我们 像这种天气 他讲说 执福会修门 主天气秦郎 三世月有风 比如说 他讲三世月有风 当然如果说 在于我们这个 这个占卜的时候 他是特别占卜 天后的 当然他是何用 要不然平常像里面 有一些句子 还是有可以参考的地方 比如说 他说应该埋伏 他说应该埋伏 应该埋伏 不可以 应该埋伏的时候 也可以讲说 这个时间 我们必须要能够潜藏起来 不是要发挥的时候 他讲说 适合出兵 表示说 那个时候是可以冲刺 然后他里面有谈到说 往哪边 哪个方向 哪个位置 那个地方也可以当我们 做事情的参考 当然没办法完全 百分之百套用 因为他是完全 在行军大战上 但是既然是 齐本顿甲 原本也是古学说 这也是古学说的断绝 基本上来讲 绝对有很多东西 是可以在我们现金 可以采用的 不合时宜的 我们自然把它剔除 合时宜的 我们把它收纳下来 因为在我们收入的 讲义里面 里面也有 字句的解释 所以这个部分 我们就请各位朋友 自己 自己看讲义 那如果说 有看了 对哪些词句 还有不了解的 我们再互相来研究 我们希望在 这一个科目里面 就算没有完全学会 我们也希望 能够利用它 让我们提升到 某一个境界 某一个境界 那我们齐门顿甲的 所有课程 到这边 算完全结束 非常感谢各位 谢谢各位 再见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感谢观看